汉代流向说远 时不知则必有香草 时事之意必有忠事 数千年来 江山代有忠事出 一代又一代的忠义之事 前赴后继 血洒沙场 让华夏度过了一次又一次亡国灭种之危机 成为唯一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 显为人知的是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先后共有三次亡国灭种的危机 幸亏有三个大英雄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让中华文明最终又传承了下来 第一 齐桓公 周幽王时 狄荣公破好惊 杀死周幽王与姬伯父 掠奏包四 天下为之震惊 但还没等诸侯反应过来 狄荣全面南下 开始肆虐华夏大帝 比如将位于魏国沙的只剩几千人 将魏义公分尸到只剩肝脏等 当时 灌中、中原、河北等成为狄荣乐园、戴国、中山国皆狄荣所建 陆魂荣在洛阳周边 列国周围也存在大量狄荣势力 其中中山国被誉为战国第八强 至此 华夏命悬一线 春秋公阳传记载 难以与北敌交 中国不绝若现 更为可怕的是 狄荣入侵还带来 逆向童话 左传记载 平王冬千百年后 洛阳周边不少华夏先民批发记组 抛弃中华礼节 采用狄荣风俗记组 在这种情况下 齐桓公首先挺身而出 打出 尊王攘仪 的口号联合列国保卫华夏文明 比如齐桓公旧宴 旧兴等 其中 旧兴使管仲明确指出 荣敌豺狼 不可宴也 主下亲密 不可弃也 正因齐桓公 管仲奋力打击狄 故而孔子感慨 为管仲 无其批发所任意 齐桓公之后 靖门公 秦牧公等 都打击狄 这种最终战国晚期是中国无容寇 为于义渠中焰 当然齐桓公等肯定有私心 借机可以成为霸主 但客观上的确拯救了华夏 第二 燃敏 三国是中国最精彩的乱世 但最精彩是用普通人性命堆起来的 而在其之后不久 就迎来了中国最黑暗最暗淡的时代 五湖乱华 五湖乱华时的华夏 要比周朝敌荣入亲世更惨 华人沦为了 两脚羊 比如 当时乱华的部族行军不带粮食 只抓女性华人 他们什么结果可想而知的 后照 319-352 统治期间 中原华夏人口从西晋市的两千万 急速下降到四百余万 几乎到了王族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 燃敏挺身而出 发出杀狐令 即凡内外六一胡人 赶持兵杖者斩 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风扬门者 文官禁卫三等 五支西白东门 灭掉了结兆 据说杀了百万结族之人 更为重要的是 燃敏不是滥杀 而是明确指出六胡退出中原 各还本土 也就是让侵略者退回去 这个要求显然很正当 虽然燃敏最终兵败 虽然史书对他评价不高 但如果不是燃敏挺身而出 以五胡对华夏的态度 东晋都保不住 华夏文明真要被毁于一旦 至于指责燃敏的杀狐令与滥杀 其实是无良文人的 何不食肉迷 因为和野兽讲得通道理吗 当时情况只能以杀指杀 而对五胡来说 这也是一个因果报应 除此之外 燃敏的绝地反击 让胡人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杀戮 因为他们担心那么做的话 可能出现下一个燃敏 无庸置疑 这是燃敏的贡献 总之 如何衡量燃敏 肯定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 而应该从华夏的延续 维护华夏的利益等角度去看 因此 燃敏就是一个就是大英雄 第三 朱元璋 与燃敏时代相比 朱元璋时代的华夏 其实更加危险 因为当时 华夏已经沦陷百年 更为可怕的是 从石敬堂割让幽云十六周 到朱元璋时已有四百余年 首先 如果朱元璋不能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那么一盘散沙的中国将很难再次聚合 尤其与中原王朝分别四百年的幽云十六周 辽东等地将更难归心中华 其次 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都有大量 逆向同化 现象 用满猛兴士 行满猛风俗等 一旦不能恢复中华 那么这种逆向同化将会量变 引发质变 可以说 此时华夏文明岌岌可危 稍有差池就是文明断裂 难有复兴可能 但朱元璋恢复了中华政权 统一了中国 又延续了中华文明传统 其中 关于中华文明传承 明石录记载了一个案例 鉴于 君民行礼 上巡狐俗 饮宴行酒多 以跪拜为礼 于是朱元璋就 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一事 深尽至 其余一切狐礼 惜尽勿用 因此 朱元璋有 再造中华 之功 延续华夏文明之功 显然是一个就是大英雄 但可惜的是 如此一位大英雄 却被很多人抹黑 对他历史贡献之字不提 只能说 不是蠢就是坏 近代以来 中国还有一位就是大英雄 笔者说的是谁 相信大家都知道 若非此人 光靠蒋介石 国家主权都不完整 只能沦为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成为他人菜单上的一道菜 如此还谈什么复兴华夏 纵观中国历史 很多事情让人不可思议 因为每到危机时刻 总会出现一个就是大英雄 率领中华儿女延续华夏 大概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文明底蕴吧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周朝第二个君王 现代考古揭开谜团 实际又一次被印证 《义州书度义》记载 武王临终前说 如其可抽鱼资 乃进我兄弟乡后 我事归其何所及 今用剑术剑 对此 书弹孔 气体共守 其实 武王计划雄中地级 传位于周公弹 武王灭伤之后 因为伤人势力还很强大 因此忧心忡忡 也不能寐 灭伤三年之后 武王去世 狄长子激送 大概才十三岁 根本阵不住野心之辈 因此 武王想要传为 统母帝周公 问题在于 周公到底有没有 继位称王呢? 如果周公但称王 那么西周第二位君王 就是周公 如果没有 那么周称王激送 就是第二位 对此 现代考古发现揭开真相 但由此 也带来另外一个疑问 关于周公是否称王 史书记载极为诡异 让人难以确定 尚书周书中有多篇 告文是周公所作 如下文谈到的 康号中有 周公贤秦 乃宏大告知 但告文 帝王对臣子下达命令的文书 如若周公没有称王 那么何来 告文 当然 宋如认为 周书中的这些告文 出于称王 最多是周公带座 尚书康告中 还有一个铁证 即周人东征 成功消灭商人参与势力之后 对康书发布的命令 其中第二段首句是 王若曰 孟后 镇齐弟 小子丰 其中 丰 是指为康书积风 他在史记 太四十子 中排第九 是周公的弟弟 积宋的叔叔 既然王 称康书为 弟 那么王就不可能是积宋 而应该是周公 即周公东征之后 担心康书年少 缺乏政治经验 不能治理好阴姬救壤 于是告以治国之道 正因如此 荀子 韩非子等 都认为 周公已经称王 比如荀子说 周公平称王 而即武王已属天下 俨然如故有之 但在另一方面 司马迁的史记中却说 陈王少 周初定天下 周公恐诸侯叛周 公乃设行政当国 先秦诸多史料中 也明确记载 西周第二位君主 是周陈王集宋 周公以 总载名义设政 总之 如果只看史料的话 周公称为陈王 都各有论据 似乎很难 变出一个子丑银帽来 周公称为陈王 这是重大政治事件 更使惯儒家推崇的周公名声 对后世影响极大 现代考古兴起之后 可以让这件事得到确认 因为如果周公真的称王 那么西周金文对他的称谓 必然有所体现 接下来 看看以下三件著名青铜器上的名文 如何称呼周公诞的 首先是西周秦轨 作者是周公诞长子薄秦 背景是周公东征法衍 其名文为王法衍侯 周公谋 秦著 秦有慎著 王赐金百律 秦用作宝仪 说得很清楚 成王法衍 周公为谋 其次是 石枪盘 威子起的后代 叫 枪的石棺 在西周中期时 制作了青铜纪念盘 上面记载了西周前七代君主 其中 武汪之后是成王 不是周公诞 可见周公的确没有成为君王 第三是 然方鼎 讲述周公东征生礼后 赏赐了贵族 然 后来 然以此筑顶纪念 其名文记载 为周公于征法东移 风薄薄孤贤 宜然称 周公 而不是 为王征法 总之 细经所发现的周代青铜器名文上 没有一处称呼周公为王的 因此据此可以断定 周公的确没有称王 应该如史记所说的指示 摄政 如此看来 史记又一次被考古印证 青铜名文明确周公没有称王 如此带来又一疑问 既然如此 为何 尚书康告 却说 王若曰 孟后 镇旗帝 小子风 康号既在有误 还是另有隐情 或许问题就在 王若曰上 因为正常君王讲话 可以直言 王若 加了一个 若字 似乎表示 王如此说 执意 因为周公设政 代为颁布各种法令 因而说 王若曰 站在他的角度 自然称呼康书为 镇旗帝 其中 镇是先情通用的 我执意 并非帝王专属 因此 尚书记载应该没有错 史记等记载也没有错 大概是后人队 王若曰 解读错误 其中可能不乏故意的 比如王莽篡正的需要 而大肆宣扬周公称王 导致立场千古争议